嗨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又有效的去除热水壶 水垢的方法 我们家这个是5升的水壶 给大家看一下里面 这个用了差不多一个月了 看一下积攒了很多水垢 好 那我们今天就来清洁一下吧 今天这个方法呢 只需要这个白醋 这个白醋可以在超市 或者是任何的supermarket 都可以买得到 这一罐我记得好像是199打折的时候买的 平时好像也就大约299左右 这个是4升 这个的方法就是需要白醋跟水 就是加了1升的醋 加了2升的水 好吧 那现在我们就要把它给烧开 烧开以后 只需要放置一晚上 经过一整夜的浸泡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再看一下下面这些水已经变得比较浑浊了 这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 我们刚刚检查了里面是干净的 已经水垢都已经溶掉了 接下来我们做的最后一步就是要把水 这样给清出来 是因为这个口的位置 也会有水垢 所以我们这样子让它流出来的话 也会溶解一遍 清洁一下这个醋水管 把醋水倒掉以后 只需要用清水稍微的冲一遍就可以了 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很干净 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这个插口的位置要擦干净 防止那个有水进去 就要预防触电 最好是可以让它晾一下 自然风干以后 再重新插电烧水